一天一辣 借个人 一生一世选择人 打开历史提树 年亮新年提灯 一天一辣 借个人 一生一世选择人 打开历史提树 编掉新年提灯 东方的美国 东方的精神 我一座 咚咚真人提灯 咚咚真人提灯 东方的美国 东方的精神 我一座 咚咚真人提灯 咚咚 咚真人提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胡文虎 福建永定人 中国近现代著名企业家爱国华侨 阿珊呢 上学还没回来呢 你先吃吧 别误了外出谈生意 他怎么 还没回来 已经让张妈打电话去问了 八爷太太电话打过了 说是少爷今天没去上学 什么 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瞧 我挑的领带多好 我的香水也不错 这有什么 胡珊 你快点啊 胡珊 快点 快 怎么那么慢呢 胡珊 怎么样 比他的气派吧 不知道 你怎么逛了一天 什么也没买啊 我不想买 胡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穿过西装 戴过领带啊 我有西装的 是你爸爸的吧 有西装 没领带怎么行呢 就是 他说领带又不贵 才两块钱 可是我 我 别看他爸爸是个大富翁 却特别会装穷 你瞧胡珊都穿的什么呀 就是嘛 听说 他爸爸每天早晨 还净吃咸菜泡稀饭呢 两块钱买领带 不要了他的命 别说了 我说的不对啊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不就是条领带吗 我明天就买 哎 哎 让他去 什么 你要两块钱干什么 我要买一条领带 你啊 不好好读书 把心思都放在这上头 刚才你爸爸还说到你 我跟你说啊 不许买 我要 我要嘛 我没有好衣服 没有好皮鞋 全班 就属我穿的最差 害得我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爸爸可倒好 成千上万的钱都拿去办学校 救穷人 一条领带 一条领带吗 算什么呢 我偏要买 你啊 爸爸也是为了你好吗 你说说看 今天你干什么去了 在同学家 问功课 是吗 反正啊 我不能给你钱去买领带 妈 你爸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听话啊 东西送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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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干什么 哪儿来的 我问你是哪儿来的 我 我是用零用钱买的 撒谎 老实说 钱哪来的 是从家里拿的 你是偷的 你这不成气的东西 大孩子呢 气死我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看看 你看看他 孩子拿钱买条领带 这算得了什么 看到他打成这样 长毛 你不要护着他 你们看 这小时候偷真 长大了就要偷金 好了 小小的年纪就讲究穿戴 再不严加管教 以后会毁了他的 算了 算了 你消消气吧 孩子还小 不懂事 你 都是你们把他冲坏的 做得到 论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爸爸 脸还疼吗 昨天爸爸打了你 按理说 不至于如此 已经长大了 应该懂点道理了 从古至今 有几个富贵人家的子弟是有出息的 还不就因为从小娇奢淫逸 贪图享乐吗 可是爸爸 我只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条领带 什么 你以为这只是小事吗 你知道两块钱对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个草雕 草雕 爸爸小时候 村里很穷 又遇上了灾荒 饿死了很多人 那天 那天我在村头 看见一个妇女正在卖自己的孩子 我简直惊呆了 那小女孩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玩 这一会儿 他头发上就插着这只草雕 他只卖两块银元 什么 是的 两块钱 当时我还小 身上只有两个铜牌 我把铜牌扔给他 拔下草雕就走了 我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两块银元 要是那样 他就不会被卖掉了 两块钱 你知道 那小女孩是谁吗 他就是张玛 张玛 张玛 是的 他当时还没有你一半搞 爸爸 可你呢 从小失穿不愁 他都却拿了 家里的两块钱去买什么领带 只是为了摆阔气 争面子 咱们胡家是靠白手起家的 是靠吃苦挣下这份嫁业的 咱们可不能忘记过去 是 爸爸 拿去吧 我不带了 既然买了 不带也可惜了 重要的是千万别养成奢侈的脾气 瞧 都脏了 来 洗洗吧 爸爸 让我来